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給予人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因為當地有很多古老的傳統 靈異傳說,甚至降頭術 今集這位嘉賓是來自馬來西亞 想不到他在香港開啟了他的靈感 然後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怪事 難道香港的鬼還不斷說馬來西亞 究竟他在香港發生過甚麼事 馬上開始,總有發言在左近 我目指在中有發言,總有發言 就是你,我發言 零付出名,不斷發言 但我根本有明白 你就是這些人人 12月10日 你沒有 如果有關 我會知道他不斷找任何故事 因為他不斷找任何故事 他會有關因為他不斷找任何故事 他會有關關係 小李同心,他會想找任何故事 就是你也會找任何故事 他在身處 premise 總結,他會被判斷 另外一開始,他會… 在馬來西亞,其實我小時候 比較少接觸到 遇到 反而來到香港後 好像開啟了 是嗎 竟然香港比馬來西亞更激烈 也不是,我覺得是開啟了 當時我在香港,剛過來 2010年,然後去找地方住 我記得有一間單位 我一去到,已經上到那層樓時 已經開始有點暈,有點想吐 然後要進屋前的經紀是會敲門的 正常的? 也會的 其他地方不是很敲,只有那一間 然後門口已經貼著一個褲 不是吧 是 甚麼顏色的褲 黃色,好像後面那樣 這麼大嗎?很硬 很小的,你會看到的 好像覺得不太對勁 為何這間零零射射 跟其他房子不同 然後我的朋友過來說 快點離開,這個不太好 我說為甚麼?你過來看看… 然後他帶我去門後面 然後看到門後面有一個字跡 好像小朋友寫的 然後我寫,小心有鬼 這麼明顯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看見我立即起無管洞 我就覺得不妙 下去後,我覺得還在暈眩 然後要走幾條街 的人才平復落地 就沒那麼辛苦 但那個單位有特別便宜嗎 是有的 是有特別便宜 對,零零射射 那區是最便宜的 是 我想問你本來在看這房子之前 已經有一點敏感的感覺 還是那天你突然開始暈眩 自此後才感覺到一些東西 對,是那天開始感覺到 之後事情越來越嚴重 除了可以感受到,也開始越來越嚴重 有看過嗎 其實是有看過的 那時候我想去泰國玩,報吉 跟我的老公、朋友一起去 我們要轉機在馬來西亞 轉機一定是半夜到 然後晨晨晨晨,第二天就要出發 記得當時都入住住住宇宙 差不多一時半夜 我進去,放下一些東西 打算去擦牙、洗澡 就去睡覺 但那個洗手間不是房間裡 是要出一個很長的走廊 類似是我同一層 男似是下樓的 我擦牙的時候,我突然聽到 是我的老公的聲音 是叫我… 只有他一個人這麼叫我 就是叫我鼻子 我問我甚麼事 是否漏了牙膏 他就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我就… 玩得這麼大,三間半夜 馬來西亞就記別人叫你的名字 然後你回應 尤其是嘗嘗媽媽 這件事在馬來西亞是… 禁忌 禁忌 然後再聽第二次 B,一模一樣的聲音 然後我就問甚麼事 為甚麼你不發聲 我以為他還是一貫作風 不會過來,要我過去 我走出去整條走廊找他 沒有人,一個人影也沒有 我便洗澡,趕快回房間 我說,剛才你是否叫我 沒有 真的一次也沒有? 沒有,我只是落樓下 為甚麼要叫你 他說,我聽到有人叫我 剛才出去,很多人在 很多人? 我說,我一出去,一個人也沒有 睡覺的時候,其實我真的很累 然後感受到 被子不斷拔 然後我就說,不理了,太累了 真的不理他了 好,第二天起床 老公站在床邊 我說,你的腳有甚麼事 你去哪裡玩?踢球嗎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他整個腳跳得那麼長 很長的乳癢 不是… 這是甚麼 是骯髒嗎 是骯髒、啡色和啡色的物體 然後我說,你會否被子骯髒 我就整個被子揭起 很乾淨,沒事 然後… 只是你老公骯髒而已 對,只是他骯髒 但我沒事 然後我說,你有否痛或流血 他說,沒有,不要痛 他這樣說沒事 可以脫掉嗎?可以脫掉嗎 可以脫掉的… 那麼古怪 對,我便想起 其實那間宿舍 是沒有可能經過有禮的地方 亦沒有… 因為也是一個室外的東西 而且酒店附近的機場 都是乾乾淨淨的 你來了 我覺得這樣真是不妙 我們就馬上離開 這件事是否還沒完結 我們轉機去布吉 去布吉的時候 我們自駕遊 他駕駛車,跟著GPS行 我們住在比較山上的地方 大到好像一個… 即是他們的… 原地居住的地方 原居民 很多木屋 甚至乎我們闖進一個… 好像一個很大的荒地 你們本來是找甚麼 是Villa 你也是找住的Villa嗎 對,我們租了的Villa 然後覺得可能是那裡 沒有屋 對,沒有屋 有一個洞很大的坑 有一個洞在地上 只要你過了那一條 那個目的地就在那裡 那洞是過的還是過不了的 那洞是有一點深的 好像是差不多兩呎深的洞 也不是隧道,而是一個奇怪的洞 對,純粹是坑培 好像很大,但是勒的 目測是看到那個洞嗎 看到的 我朋友說 不如我們真的剷過去 去到目的地 我說你看就知道那裡沒有東西 我感覺上有些鬼子的眼 我說我們快點移動出來 然後打電話給那個人 對 好,打去Villa 對,問他們問 好,我們移動出來 移動… 然後要找那個人的時候 經過路越來越奇怪 很暗 然後又看到一些很大的東西 荒廢在醫院 然後越走越進去 突然有一個路中間 就是一個紅色的 但全都是泰文 我們不知道是甚麼 但你知道是不能進去的 然後就看… 這麼有趣的 是那些… 園堂 墳墻 對,是墳墻 你去了哪裡 真的不知道,我們繞了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真的很害怕 我們馬上趕快移動車 移動出來,移動到大馬路 然後我們停在路邊等 Villa的負責人來接我們 等了一會 終於他來了,然後帶我們去 原來是… 完全跟那個地方沒有距離 那我就立即洗澡、睡覺 敷衣服的時候 我老公和朋友在樓下 在流水 在樓上,我感覺到我的門口 有一個東西看著我 一看過去,我覺得很奇妙 看到一個白色的影子 偏偏的 你不會看到有樣子 但你知道是一個印的身形 是看到有頭髮、有衣服 但是更加奇妙的時候 他一看到,我看到他 他就立即穿牆 不見了 消失了 我真的在樓下 我就問我老公 你剛才是否上來要拿東西 他說沒有 沒有,我們在樓下圈底 很可憐,我覺得你經常冤枉老公 他先生很可憐,經常被他冤枉 然後我跟他們說 說發生甚麼事 問當地的人 因為我們有一個泰國的朋友 然後就說,你們真是大膽 如果在晚上10時多 我真的不敢獨自在那些村屋 在墳墓上穿梭 他說白色嗎 其實在泰國也是很厲害的 對,因為馬來西亞都是白色很厲害 那些舞台都是白色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覺得糟了 遇到那些 對 回來我們還有一些經歷可以分享 是,我們先回來 Karen,接下來是否有一個發生在越南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對,它好像叫做沙江 沙江 對… 我一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入住了酒店 那麼好,他們給我一間很大的房間 但一進去,我就已經覺得… 這麼暈倒 然後我弟弟就拿一些東西給我 拿完之後,他就立即在腳上泡了 我們就放下一些東西 然後打算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姐姐,你的房間很骯髒 骯髒?你說有塵嗎 不是那些,是那些骯髒 他是敏感的 對,他說他後面的起雞皮 是由後面起到頭 你知道,那裡是一個… 曾經打過仗的地方 越戰… 一定會去博物館看東西 門口已經… 除了有些飛機之外 也有一個斷頭桌 那是真的用來用型的斷頭桌 是真的,不是招式 只不過他就是展覽在那裡 他們看完之後 都已經說真的很暈眩 不管了,進去裡面 再看其他東西 底層其實也沒有甚麼 但我感覺到… 一上去到五樓的時候 我感覺到頭很痛,很辛苦 我去樓下,然後休息一會 曬太陽 我家人就結束了整個參觀 然後下來,大家一起上車 然後我坐在那裡 他說 姐姐,你知道六樓很精彩嗎 說怎麼精彩 他說六樓真是展覽一些K胎 用了一些化學的藥物 毒氣 令那邊的人… 可能那時候台主的寶寶 就這樣會有K胎 他們真的會展覽K胎 還有很多照片 在戰爭中斷了甚麼部位 難怪這麼不舒服 我上了車,就馬上暈倒了 就睡覺了… 你知道他們要去第二個目的地 要一整個小時 第一次這麼頭痛,暈倒了 他說可以了 我結束了那天,回到酒店 我打算要轉房間 問我可以轉房間嗎 他說小姐,對不起 我們今晚完全預約,你不能轉房間 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睡不到的 第二天起床後,頭痛得… 好像被人打了 然後離開那間酒店 又沒事了 這些博物館的地方 其實在東南華很多 我記得我去泰國也有一個… 只是在醫院旁邊 其實他們是公開給人看的 還有收入場費 又有些K胎 有些可能被人射殺了 整個屍體都放在裡面 但很有趣,他會有些錢放在旁邊 好像在供養他 對…泰國流行的 是嗎 對 有些小朋友喜歡喝的東西 又會在旁邊 變成像古晚的… 但有一個博物館是官方的 有些人會看的 你還有一些朋友的個案 我的朋友的特別之處是 他在不同的地方 但他遇到同一隻 他就知道嗎 他的樣子是… 他的樣子是一個個案 看到嗎 看到的樣子是一模一樣 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的酒店 他進入那間酒店 其實也住得挺高的 住在樓層,比較高層 他晚上睡覺 他睡在窗窗那邊 因為那晚有點失眠 我失眠的時候 無緣無故在窗口看到一件外套 我心想,這麼高 為甚麼有一件外套掛在外面 他想去看清楚那件事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他的右手… 因為他不斷打側睡 他的右手在這裡是涼滋滋滋的 然後開始豎起毛 然後他看到一個臉 突然控制得這麼近的男人 看著他 然後他立即在那裡… 因為他是祈禱徒 然後他又是祈禱,非常祈禱 然後那件事就不見了 他第二天檢查的時候 立即檢查,換酒店 他問酒店的職員 他問這間酒店之前發生過甚麼事 那位職員就回答 是,小姐 其實之前有個火災 真的有人因為火災過了 整間酒店發生火警嗎 是,過半年後 他進入一間馬來西亞酒店 他睡在洗手間那邊 他的朋友就近左邊 他這次又失眠 感覺到他朋友的床邊 有個男人站著 然後他看到他一模一樣 他在新加坡看到那個男人 他很害怕,那時他又急尿 還要瘋嗎 這麼瘋? 這樣瘋了 他喝著瘋了 這樣瘋了 怎麼瘋了 他真的很急… 他真的沒辦法了 他立即起床,真的瘋了 瘋了後,他一開門 男人就在門前面 然後他還很大膽 是衝著他而來 然後經過他的身後 後面燒死了 他是飄的,所以是飄的 是經過的 但男人有甚麼特別的表現 例如外觀上… 例如他燒到焦燥、黑了 還是沒有正常男人 他形容這件事,其實看不清楚 但他知道的物體 是男人的身形 他的樣子的輪廓是記得的 但他看不到有多恐怖的樣子 透透地… 沒有說是焦灑的 沒有,焦灑的 然後跟著他,也不知道為甚麼 第三次他去了新加坡 這次是住在另一間酒店 現在是轉酒店,不敢住 他們吃了早餐 然後回房間,打算休息一會 睡一會,睡一會 無法移動 然後他要開口說話 說不出話 他的眼神很掙扎 因為他的朋友有經驗 兩次跟著他遇到這種事 看著他,他樣子不對勁 他的樣子,為甚麼在那裡這樣 然後他很勉強地說了 這兩個字 但沒有發出聲音 拉他起來 拉我起來 對,要拉他起來 然後他的朋友很聰明 這次就立即知道發生甚麼事 然後再拉之前 他看到一隻黑色的手 是按著他的胸口 這麼誇張 是不讓他起來的 無論如何都不讓他起來 兩個人都看到嗎 即是他的朋友和他自己… 他自己看到而已 但他的朋友是看不到的 但他的朋友就看到他的樣子 很不對勁 為甚麼要跟著他那麼久呢 這個靈體 其實他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 但他又沒有祈禱 他又沒有結證的房間 這樣便出事了 但之後他每次去到 他發現當他祈禱結證的房間時 便沒事了 便睡得很軟 好奇,一問基督徒是怎樣結證的房間 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不敲門 而且我會播放一些音樂錄像 有很多詩歌 我喜歡的詩歌 我會播放全房間大聲 然後我會站在靚土 站在靚土 站在靚土 這個地方,我的臣已經霸佔了 即是… 是活動的… 其實只要有靜信的宗教 沒錯 我相信也可以幫助自己… 對,大家… 不用怕 不用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 沒錯 去保護 好,今天謝謝Karen 好,謝謝姐 下次要多說一些馬來西亞的… 其實還有的 很多 對,我回到馬來西亞… 新年的時候,我跟家人聚在一起 然後聽他們說一些 像我們當地馬來西亞的鬼故 對,很精彩 應該有很多都市傳說 對,很多都市傳說 對,很精彩 很精彩 好,靈異事件 信則有,不信則無 今集時間差不多,下集再見 剛才聽Karen分享 她去越南時 去了一個戰爭博物館 然後說到六樓看了一些K胎 不知道為何我聽她說的時候 我的心很不舒服 因為我很容易會代入畫面 所以我從小到大有個習慣 如果我去博物館 我也很少去那些項目 但現在可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有些人就會選擇祈禱 而我看到這些畫面 或者看到這些照片也好 怎樣也好的時候 我自己會選擇誦經 希望給死者一個好的祝福 希望他們可以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就說吧 最近小妹忙於搬屋 搬屋時,很多朋友都會問 你會否拜四角 其實我沒有這個打算 剛才聽到Karen突然說起 她信基督教 她會用聖詩、祈禱 來結證那間屋 然後我突然想 其實自己的信念應該較強大 我決定現在用自己相信那一套去做 如果有事發生 我會在這個節目跟大家分享 但也希望大家祝福我 一起信你吧 剛剛Karen說了她的朋友 在三個地方 當年就看到同一個靈體 原來她說有一些宗教的儀式要做 可能是缺智之類的 我就很明白了 她即將有大哥看 那些靈教或魔鬼知道 這個世上又多了一個敵人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特別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為何越來越看到多靈體 或者更加恐怖的話 其實你要有堅定的信心 之後他們就不會再出現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